大家好,我是新闻民事事务所的杨律师 在上一期讲座中,我给大家介绍了美国移民主要分为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 那么从这一期开始,我将给大家详细介绍职业移民的各个类别 作为职业移民,第一步资格审查的时候就需要递交I140表格 我们前面也提到,最常见的职业移民是EB1到EB3这三个类别 那么今天,我将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EB2和EB3这两个类别 首先,我将给大家介绍EB2和EB3 PERM 随后,我将给大家介绍EB2和NHW EB2和EB3 PERM实际上都是雇主辞职的劳工证申请 是递交给劳工部,而不是移民局 EB2对于这个受益人有一定的要求 需要是硕士或者以上学历 或者是本科学历加上五年的相关工作经验 而EB3可以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专业人士,那么需要受益人拥有本科学位 第二种是技术工人,那么需要受益人要有两年相关的培训或者工作经验 第三种是非技术工人,那么对受益人没有特别的要求 前面提到,PERM是递交给劳工部的 那么首先要递交9141表格,以确定所需的工资 劳工部会在四到五个月的时间内反馈回来一个主流工资 那么这个工资就是雇主必须支付给这个受益人的最低工资 然后雇主需要在规定的地方张贴招聘广告 并对应聘的人做详细的记录 之后要向劳工部证明 为什么这些应聘者不符合这个职位的要求 之后是向劳工部递交9089表格 批准之后,PERM这一步就完成了 随后就可以向移民局递交I140表格 而对于EB2 NIW,也就是国家利益豁免 是不需要雇主支持的 也不要求申请人身在美国 而且不管是科研工作者、商人或者艺术家都可以申请 对于科研工作者,一般要求有三到四篇文章 几十次引用就满足要求 而对于商人,一般要求有媒体报道 领域内的获奖和一个详细的商业计划 证明这位申请人能够为美国创造工作机会 对于艺术家,则一般需要媒体报道 领域内的奖项,以及领域内知名协会的会员 这些提到的都是NIW申请的一个大致的要求 如果您觉得您符合要求 您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会为您做一个免费的评估 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在下一期的讲座中 我将给大家介绍EB1A以及EB1B